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059集 不白换? 对 不白换 缝衣男子底气十足 把手揣进了兜里 随后便从兜里面掏出了一摊鲜红的钞票来 递在张帆的面前 看那副样子应该是有一千多块的 这是一千五百块 把票给我 这钱呢就是你们的 而且我们这两张票啊 也可以给你们 两张电影票一共不过一百块 在他看来 拿一千五百块钱来换 对方一定是会答应的 不好意思 我们不换 林青霖和对方纠缠了半天 便已经证明林青霖是不想换的 所以张帆更加不可能和他们换了 资格的张帆 可不差怎么一千五百块啊 听到张帆的话 那男子眉头为皱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不悦了 张帆一步搭理他 转头望向了林青霖 开始检票了 咱走吧 林青霖微微点头 随后两人便朝着检票口的方向走 那时 那缝衣男子一步跨出 一下子便横在张帆面前 兄弟 闲钱少的话我可以在家 别这么干脆的拒绝嘛 我这儿没有现金 你把支付保号给我 我给你转一万 你这是何苦啊 这电影又不止赢一场 你这钱都可以包场了 没必要跟我们换 那边开始检票了 说完 张帆便带着林青霖 朝检票口的方向走 之间 那长款封衣男子 大手重重落在了张帆的肩头上 一丝疼痛感 传入张帆的神经里 我们就想看这场 小子 我给你一万块钱补偿 算是给足你面子了 你可别不识抬举 张帆有些无奈 这大过年的 他也不想和谁发生什么矛盾 所以 他刚才并未发作 想把这事就此过了 但如今看来 这男子是个不识好歹的东西 那就必须要给他一些颜色看看了 张帆猛地回头 伸出了右手 一把抓在了长款封衣男子 他在张帆肩膀上的一只手腕上 下一刻 他手一抖 紧跟着往下一拖 那男子的身体在半空中打了个翻转 然后 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 只见那男子口中发出了一声痛呼 脸上也浮现出了一抹痛苦 林青霖见到检票口的位置已经没有人了 急忙对张帆说道 小帆啊 别理他了 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咱们去看电影吧 张帆看了眼地上的男子点点头 随后 两人便走向检票口 两个半小时 张帆和林青霖便把电影看完 两人走出电影院 正在讨讨论剧情呢 却看到不少的闲杂人等正在检票口外面游荡 一看就不是过来看电影的 张帆看出的那些人的注意力都在他们的身上 而他们的目光却故意躲闪他们 张帆便猜测 这些人很有可能 便是偿款封衣男子给找来的 两人正在热气讨论剧情 并没有注意这些东西 张帆呢 也没有跟林青霖说他的发现 毕竟这些人对于他们根本造不成什么威胁 那封衣男子 也不过找了十几个人而已 就这样的小混混 别说是十多人 就算是上百人 张帆也是依然不惧的 两人便继续讨论剧情 到了地下车库 刚下电梯 便见到刚才那十几个人 已经围拢了过来 张帆下意识 把林青霖护在了后面 他的背影虽然不算壮硕 但却给了林青霖一股 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小子 你居然敢打我 我他妈看你是不想活了 人群里 传出了一个愤怒的男生 而后 那长款封衣男子 便缓缓从里面走了出来 此刻的他望向张帆的目光里 充止了寒意 大有一副 要与张帆不死不休的架势 你先去车里 免得被他们伤了 张帆看向身后的林青霖 林青霖的车子 就停在电梯旁边 他们的身后呢 闻言 林青霖乖巧点头 然后 按下了手里面的遥控器 马沙拉蒂总裁的车灯 微微闪烁了一下 林青霖直接打开了车门 上了车子 看到这一幕 众人瞬间愣住了 他们没想到 张帆两人居然是开豪车的 虽然马沙拉蒂总裁 也不能说是有多么的死贵 两百来万而已 但 这也不是谁都能开得起的 要知道 这长款封衣男子 不过开一辆奥迪S而已 这中间 那可不是差了一个级别 而是差着好几个呢 两者的生活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如今的社会 对于身上没有职位的人来说 钱和权势 那是成正比的 封衣男子的钱 跟对方差了好几个层次 那么权势 也必定差了好几个层次 他找的这十几个人 也都不是傻子 在和对方动手前 也都会掂量掂量 不可能因为两个钱 把自己给搭进去 林青龄上车后 围拢在张帆身旁的众人 不禁下意识后退两步 他们望向张帆的眼神里 不再有之前那般的气质汹汹 而且 他们的眼底深处 还有这几分讨好 这 便是金钱社会的特性 长款封衣男子 从楞神里面恢复了过来 嘴角微动 他终于明白了 对方不合得换票的原因了 因为对方根本就不差钱 随后 那男子扫看了眼 他找的那些人 他也看出了 那些人已经不想动手了 现在如何选择 就看他怎么办了 经过短暂的趁机 封衣男子的眼神里 浮现出了一抹坚决 他猛地抬起头来 朝张帆的方向走了过来 与此同时 他脸上堆笑 到了张帆面前 一把握住了张帆的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天